- 中文字幕君 -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咨宇先生 - 我是嘉宇太太 我們目前經營粉絲團 以萌特純理還有阿德勒 正向加油的理念 來運用在我們小朋友的身上 那我們目前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大女兒 他是3歲 一個9歲要出生的 就在聖誕節左右 抽一題對不對 - 好 孩子突然衝出去 在手扑機上吸吸 可以當眾處罰孩子嗎 就是跟孩子的先天特質有關 像這種類型的孩子 它就是屬於探索系的孩子 他們通常就是很喜歡去探索整個環境 所以有的時候會控制不住 所以遇到這種特質的孩子 其實做一個事先的預告跟約定 會對他自己的行為控制來說 是會很有幫助的 一個當眾識者 那當然就是 它是會造成因應的 小朋友其實也是會有一些自尊心 或者是 它是會有被羞辱的感覺 罰不准吃飯也是一個 體罰 任何生理需求的東西 都不應該被當作 管教孩子的一個工具 包含法吃飯 喝水 不准睡覺等等 就是羞辱性言語跟責罵 這個絕對是 這個其實真的會對孩子造成一種 就是價值感的低落 就會覺得 對啊 反正我就是你說的這麼爛 打身體這個 不要吃 這個絕對是體罰 威脅恐嚇 這個也絕對是體罰 這個對孩子來講 他們也是會有一個 歸屬感的降低的行為發生 收回特選這題呢 其實我覺得這題 我想把它貼在 中間就不可以 覺得有的時候 適時的收回孩子的特選 是必要的 兄弟之間在搶玩具 這個人曾遇到的 我會說 我聽到你們兩個在爭吵囉 來玩具我先拿著 等你們兩個討論好 該怎麼去玩 不會有爭執的時候 你們再來跟我講 我再把這個玩具 反正英文 適時的收回特選 其實是好事 而且是很合理的 那兩個就會自己去討論 好啦不然我玩一下 然後就會過來跟我講 我就卡給他們 最後一個是指出 孩子錯誤行為 並解釋原因 不是體罰 其實在阿德勒正常狀況裡面 是不提倡說道理這件事情的 所以如果是孩子做錯事情 比如說我剛抽到這個 走扶梯奔跑 我會用問他的 他一跑 我把他抱出去之後 我就會問他說 寶貝啊 你覺得為什麼 我們現在會站在這邊呢 讓他自己去思考 自己的行為 為什麼現在我不能進去 裡面玩了 然後被爸爸媽媽爆出來 這個當然是全部裡面 最好的一個方法 我們是詹宇夫妻 邀請你一起響應 橘絲帶 兒保運動 愛孩子 臨爆料 蘊貝 小看 客人 數 Nichts 雖然 很多人 為你在 福